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這一集 老頭可能會花一半的時間 都會在這個蓋房子的身上 因為我老頭發覺這個地區 我們這個家園實在有點凌亂 需要好好的更動一下 剛開始覺得還不錯 但是恐龍變多之後 感覺好像亂杖槓一樣 恐龍都亂丟 都亂擺 沒有一個排列這樣子 其實這感覺就像是 我現在工作室的縮影 有沒有感覺 什麼樣的主人就養什麼寵物 果然這句話是真的 你們應該知道 老頭的工作室長什麼樣子 這就不方便多說了 那關於取名字這個部分 老頭會斟酌選擇 那今天就暫時不取名字 各位也不要失望 但是之後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 來呈現這個取名字也說不定 老頭會盡量想一個比較簡略的方法 不會影響到各位觀看的這個 時間吧 應該是這樣講 讓各位就是覺得說 比較不會說又因為取名字 占用了這個影片的時間 好不好 那麼呢 我也不廢話多說了 老頭呢 今天想要把這個 魔法工作台的東西呢 稍微遷移到這個前方 你們有沒有看到前面其實已經有一個儲物箱了 這儲物箱裡面已經放滿老頭的一些 建築物的一些方塊 材料都準備好了 就只差我們實施 那個建設的動作 那我們前面呢 你們看到那朵花 待會要把它剷除 我們想要把這個 前面這個土地呢 先弄平一點 弄平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蓋前面的這個魔法屋 我們要把我們這個 該死很草的東西 已經草了十幾集的這個 該死的水晶 給搬過去 不要在那邊ㄍㄍㄍㄍㄍ了 自從它的出現之後 已經在那邊ㄍㄍㄍㄍㄍ以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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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nde 其實聽起來還蠻呈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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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嗲 你不認真去聽其實還好 但是你仔細去聽 你有意要去認真聽它這個音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呱吵很煌 所以說老頭今天 就要準備 把前面這個地方 填平 填平之後呢 就要開始蓋我們的房子了 老頭這次這個 要蓋的房子 所用的木頭呢 是我們這個魔紋木 摩紋木的材質 不知道蓋起來漂不漂亮啊 沒關係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我們材料都弄好了 就這麼決定了 完結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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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點醜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上面這個山 這個屋頂他旁邊會控 蠟糠你知道嗎 就是會有空洞啊 我怎麼補都補不了啊 我就覺得這個有點讓我 你也知道了有點難過 小小的難過一下 如果他這個 空洞可以補齊的話我覺得 就還蠻完美的 但是呢這全部都是由這個 魔紋的材質蓋出來的 所以說 感覺清一色的這樣子好像就是 你也知道嗎充滿magic 充滿魔法有沒有 各位看一下 全部都是用魔紋做出來的 這地上是什麼 魔紋木機 木木地基 魔紋窗 魔紋門 也只能這個樣子了然後老頭呢 稍微用這個保險箱 保險櫃巨型的儲物箱 最多可以放150個 有沒有超猛 我這樣放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這個 方舟方塊有更新齁 你只要在倉庫 你應該說只要在這個 工作臺的附近有蓋到這個 這個倉庫呢 他就會直接沿用你倉庫裡面的東西 還蠻方便的 不用一定要帶在身上 這是近期內更新 多出來的新功能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老頭就稍微做了一下這個家具 兩張桌子 四張椅子 我已經想不到有什麼其他可以放了 所以暫時就先這個樣子吧 感覺有點大間 有點簡陋 有沒有人要過來住的啊 我可以免費讓你們住個兩三天 然後呢我們現在看到二樓齁 其實二樓呢就是 你也知道了老頭一直會這樣子而已 對不起 我只會蓋柵欄 然後呢這地方其實呢 老頭是想要說哪天呢 呼朋雨伴的時候呢我們可以來這邊開個拍 開一個 烤肉Party有沒有 然後開到之後很開 直接開到屋頂上面去了 是不是 好啦其實我是會蓋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有時候呢我是要來這邊拿東西有沒有 我剛好又騎著飛行生物 可以直接從這邊降落 降落之後就直接下來了 直接下來了 下來啊就可以拿東西 拿東西就可以走了 然後呢其實老頭這下面可能會想要再開個 四個孔吧 把這四個狀塊拿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下面就是 礦坑 是不是有街上啊 有沒有覺得有銜接啊 到時候這邊應該會用一個 地板門 大概會可能是會是這邊的位置吧 地板門打開就可以去礦坑的 有沒有很屌啊 不要說老頭都沒有什麼 設計感 其實老頭啊 正在默默的進行神秘的計畫 讓你們大開眼界 好嗎 這個只是一個幌子 這個只是一個障眼把 騙過你們的眼睛 騙過你們的眼睛 其實他裡面充滿了多重的機關 好啦其實也沒有啦 對不起啊 好啦這今天我們就是大概這樣子 要再順便順便講一下好 我個人還蠻喜歡這個大理石的 這個是大理石做出來的 我後來發覺這個大理石會反光 真的很美 我真的覺得這個大理石 這材質做超棒的 你看他下面那隻蜘蛛跟上面那隻 阿姆斯特朗旋風噴射阿姆斯特朗炮 這隻假龍 這應該是這不是假龍嗎 新尾獸啊 新尾獸 還會反射哦 你是看牆壁有反射哦 有沒有 有光澤耶 我還蠻喜歡這個材質的 下一次如果要再蓋其他建築 我第一個優先就是大理石 這個在上面這些石頭這些都可以換掉了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準備去抓我們的巨爪魔鹽 差點都講成魔幼了 這隻好像是一隻 鑽地鼠吧 然後他的功用好像就是開墾挖地洞的樣子 那他是用魔法箭矢馴服 剛好身上一百多一百五十幾隻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他是吃薑果的 馴服之後吃薑果 我不知道他吃不吃魔法薑果阿 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 我們就直接從雷龍身上帶薑果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欸那邊有隻香菇 這什麼鬼東西阿 可以抓嗎 可馴服 蘑菇耶 嘿嘿嘿嘿 我來想要不要帶他回家阿 第一次看到蘑菇還蠻新奇的 他會不會攻擊我阿 哈囉你好嗎 總心感謝 哇這個能力好低喔 我覺得帶回家不是問題吧 是用餵的嗎 嗨你好 看來不是用餵的 喔一見就昏了 笑死了 你吃什麼 差點死啊 28滴阿 這個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吃 吃果實樣的 欸 這個蘑菇的臉也太好笑了吧 哈哈哈 這在裝什麼可愛阿 你明明 你性別是五阿 你不分男女 然後你就裝這麼可愛就對了 阿 你的嘴巴明明就是中間那一 那一橫 你是故意假裝你很可愛 所以下面用一個很像那個 三的嘴巴嗎 怒怒嘴是不是 你明明中嘴巴就是在中間 給我騙 我可以 好應該不會很重啦 還可以還可以 哥還撐得住 哇可是這樣子我會不會 魔岩就抓不起來了 應該不太會吧 我們這隻的負重這麼高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我們找一下巨爪魔眼 繼續繼續 哎 找到了 哈哈哈哈 一個神奇的轉角 哎咱們就遇到了 強制馴服嗎 好像是的樣子 哎呦 哎沒中 他是卡條嗎 哎呦呀我的媽 跑了跑了 哎不要想不開啊 你這家我千萬不要想不開 怎麼這邊會有冰箱啊 嘿嘿 你看他動作好好笑 啊沒射到 我怎麼那麼爛啊 有了 哎還就這樣跑沒關係 你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好 小可愛別擔心 救星來了 入手 這個冰箱應該是 我靠兩個冰箱 啊流行冰箱這樣子 沒問題 來來來 我試試看魔法薑果你刻不刻 一個一起丟就對了 好啦 回來啦 我們稍微把我們的 這兩位小傢伙給放出來玩 哎 太棒了太棒了 哎 負重了負重了 我們先把他丟出來玩吧 啊現在負重了我動不了啊 這兩個傢伙 嗯啊 實在是太淘氣了 好我把我所有東西轉移到他的身上啊 不然我實在是太重了 好我會很困擾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香菇 嘿嘿 右鍵 啊沒功能 C鍵 這香菇也實在是太Q了吧 啊 全部都給我射被動哈 你們不要跟他們亂來哈 嘟嘟鳥 他唯一的攻擊就是撞擊 撞 七十八 哎我差點打到我們雷龍 打到雷龍那個雷龍可能 升七七了吧 走路太慢了啦 香菇哥 香菇哥振重一點好不好 哈哈哈哈 啊你就在這裡當門神 被動攻擊 嗯啊怎麼不能吹 啊可以 好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隻 啊我們今天的主角 啊終於幫你帶出來了 來 主角大哥 你的鞍應該在 呃在他身上還沒拿出來 啊大哥 你是我們今天的主角耶 有什麼感想啊 你看起來真的是很討人厭 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一定要長這副德心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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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結果他走路好好笑 兩隻手 哎好像那個 好像中爪龍哦 他走路姿勢像中爪龍哎 哦 左鍵 哇打地板九宮格 打這個不就踩一大堆了 哇好爽哦 啊那那 岩石應該是他 弄得了吧 哎我要打岩石啊 哎我是不是打到打到誰了啊 哎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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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了我錯了 oh my god 哎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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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死 哇 死 救命 救我 救我 我不想死 我跳 我跳 啊 好像不太想要理我了 嚇死我的毛啦 西劍什麼功能 右劍 都沒什麼功能啊 這隻 純粹抓九宮格 嗯 哦 哦 一樣岩石一咬就爆 嗯 適合開 開路 好 開闢 青道路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 嗯 該怎麼說呢 容易坑坑巴巴的 哦 我是覺得有點容易坑坑巴巴啦 啊 但是如果你有條有理的挖的話 我是覺得 不至於到坑坑巴巴 哦 他的功能就是挖九宮格 九宮格鼠你好 哦 然後沒有其他的批用功的 還會跳 就這樣子 哦 你除了跳之外 九宮格 沒了 啊 超級像老鼠的 我真的覺得你一點不討喜 你知道嗎 啊 如果呢 我家裡有這種老鼠啊 而且是野生的 我第一個就先 啊 放生 啊 把你丟出去 不要出來嚇我 不然會做噩夢 好吧 我們今天這個 巨爪 魔佑 欸 魔岩 啊 巨爪魔岩 已經入手了 啊 他的背上會有一個很奇怪的 藍色光芒 感覺好像衝到加六以上 啊 加六祝福的巨爪魔岩 啊 好像是一件裝備武器這樣子 好啦 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啊 我們下一集呢 繼續再去蓋我們的建築物 以及抓我們其他生物吧 其實剛剛老頭在路上有遇到幽靈龍 啊 幽靈龍老頭 老頭會打算最後再抓啦 我們不要那麼早抓幽靈龍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就不好玩了 等到之後我們抓幽靈龍 我們再考慮要不要去挑戰死神 好不好 就這麼決定了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主要下角 訂閱 右下角 有個喜歡 歡迎收看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 世界 再見面 啦 拜拜 拜拜